Hello 大家好 我是宝宝 今天我就打算讲Podcast创业 今集我会讲几样东西 就是如果你是做Podcast创业的新手 又或者是你未开始又或者是你刚刚开始 这一集应该都会很适合大家的 之前很多人跟我说 宝宝听了你说很多有关于 可能节目底创业又或者Podcast创业的一些资讯 但是也不太知道如何由零开始 即是起步的位置应该怎么做呢 因为之前也有很多人问 所以我就得起心说 就做了一份Podcast创业30天的行动计划 这份东西真的是吐心吐血的了 我都用了一些时间去做 这份东西就真的由 每一天去教大家要做些什么 去怎样准备你的Podcast 去到一个月之后 30天之后 你就真真正正可以 推出到你的第一个Podcast了 而这份东西的详细程度 我相信你看完 创业了出来 每一天好像check list那样 照着做不停的 我相信你过了一个月之后 是真的可以推出到你的Podcast频道 又或者是你第一、二集的节目了 所以如果真的不知道如何开始的人 又或者是可能你已经开始了 但是你觉得自己可能做漏了一些东西 我都很建议大家 真的在这一集节目的show notes 又或者在YouTube的描述 就去按一条连续去下转这个 list出来 这个 list是免费的 我做了很久了 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的话 可以下转这个Podcast创业 30天行动计划的这个清单 好那说完这件事 我们即将进入今天的主题 就是今天主要是想说一下 作为一个创业的新手 Podcast创业的新手 究竟有哪两大难题呢 是我们一定会遇到的 你作为content creator 我相信一定会遇到这两个的困难 又或者是樽颈位 那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事不宜遲我们即刻开始 第一样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很多很多Podcast创业的新手 就是难坚持 怎么这么说呢 就是你试试看下 例如Apple Podcast 其实很多很多的Podcast频道 它的总的集数 那个数量 那个节目 都是5过10集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多人叛徒而废 那你想想 如果当你真的想 以Podcast了一个事业 做一盘生意的时候 你觉得少过10集的节目 会不会为你带来 任何的收入呢 这个大家心知肚明 还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无论你是不是做Podcast创业也好 就算你做YouTube也好 其实很多很多的 节目体创业 你不能够坚持下去的话 你就没办法去继续做下去了 而有一件事 令到我们没办法坚持 就是很多人太着重 那个Followers 又或者SubscribeBug的数量 而不是去享受你制作节目的过程 那这个就很关乎于我们一开始选主题的时候 究竟我们选的主题是否真的一些我们喜欢 又或者有热情的东西呢 如果不是的话呢 我相信在你没赚好钱之前呢 你已经是会放弃了的了 因为很现实的一件事呢就是 其实简单点说就是你做的头100集节目呢 其实你都不需要太过去关心 太过去Focus在那个SubscribeBug的数量 又或者Followers的数量 就是过了100集 我们先讲话啦 你100集之前呢 你都不用看的了 那但是这100集 你有没有这个行心去做呢 这个就是一个关键啦 那这个呢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啦 那有一个台湾的YouTuber呢 就是我有看开的 那他就是一个小小YouTuber啦 那又有几百个三 三四百个订阅者这样啦 那话说呢 他就post了我想三十条片左右啦 那他呢 话说他没多久之前呢 就承诺了呢 譬如他每个星期四 他会做一个live的 那如果有一个星期他skip了的话呢 他就承诺他会呢 delit了个频道去了 那而去到上个星期呢 他真的skip了 就是你人的惰性没办法的 是不是 就是人的惰性就是这样的啦 那他真的skip了 那而呢 他真的履行那个承诺 关了那个频道他 但是他继续想做YouTuber 所以他决定呢 开一个新的频道啦 那我就觉得很可惜啦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YouTube呢 是要一段的时间呢 去累积了一定的观众的数量呢 其实他才会去试到呢 究竟你的频道是关于些什么 从而呢 他知道要将你的影片呢 又或者节目呢 去推避些什么人的 那如果你这么辛苦 才存到几百个subscriber 突然间又做一样新的事呢 其实你搞到整件事呢 又要再来过 你明白吗 那而其中呢 这个YouTuber呢 他都抒发了他自己很多感受 在YouTube上面 就是他太关注呢 那个订阅的数量 他开始呢 会说一些呢 就是类似是 哎 就是这条影片 只有那几十个订阅 都不知道做来做什么 就是类似的这些话 那所以大家看到了 就是如果你不享受这个process 你只是focus在这个result 又或者那个subscriber的数量呢 其实你是不能够持久的 也都是呢 不适合做自媒体创业的 那而去到另一样呢 最难去令我们坚持下去的原因呢 就是 找不到钱咯 是吧 就是 我都和大家说了 不厌其烦和大家说了 就是如果你的目标呢 只是 单靠YouTube给你的广告收入的话呢 那我就真的祝你好运了 就是如果你是没有一个系统 去没有一个计划 去怎样将你的频道去变演的时候呢 而只是单靠YouTube给你的广告费呢 那我相信 我相信说到2023年呢 其实是真的很难的了 就是如果你是以 只是这个这么单一的方向 去赚钱的话呢 一来 那就是说你只是单靠流量去赚钱 单靠流量去赚钱的话 如果以香港的这个生活水平来说呢 我相信你别无他法的了 只可能成为一个呢 就是百万订阅的YouTuber 你才可以维持到你的生计了 但是相反啦 你看到我现在只有1000多个订阅的 是不是不多的 真的不多的 你YouTube那边说的 就是我现在YouTube那边 是有1000多个订阅的 但是我已经可以完全不用担心 收入的来源 就是因为你的 你的金融化的方法 是有计划这样去做的 而不是它很被动的 去单靠YouTube那个广告费 的收入来源的 所以为什么我现在是 订阅不多 但是我都可以 这么他他条条的 这样在这里 就是继续做 我想做的东西 我想说的书 我想做的节目 就是因为你一路 怎么去计划你的频道 去怎么变现呢 你是一直照着自己的计划 去累积你的观众 而不是说我做了这条片 今期兴计这些 那我就说这些 就是不是跟着那个潮流去走的 你是有自己的一盘计划 怎么去变现你的频道 所以如果大家是 Podcast 创业的新手 第一 立刻看到下面那个免费的 Podcast 创业30天行动计划 去看看你 可不可以一步步跟着去做 又或者是如果你已经 开始了你的Podcast的话 有些学员已经开始了 那这个 list 也是一个很好的记忆 看看大家有没有造留任何一件事 任何有关创业的问题 都可以继续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集再谈 我是宝宝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阅